关羽会耍大刀 刚飞会投蛇毛 刘备会 接着奏乐 接着我 鬼 好的 咱们开始闯关 先看关下 通关的传送门呢 在咱们的右侧 被一堵墙挡住了 再看左侧 地上有尖刺 还有机关开关 这个可难不住我 我们三军军的 可都是各有各的技能 兄弟们 不要扎紧 看我操作 咱们呢 先切换到刘备 然后把关羽 把关羽动入之后呢 再切换到张飞 然后就 这样呢 就可以轻松 没关系啊 咱们还有一位 三弟张飞 来三弟 给大家整个活 咱们再来啊 上次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 这个角色人用的腿太短啊 腿短也拿不住我 咱们再把张飞给动住 推过去 哎 这俩冰块 这不就能 嘿嘿 兄弟们 就再给浪哥斯机会嘛 如果这次我再不过 你们想咋摇就咋摇 好不好 好 好的 你们可看好了啊 我继续操作了 哎 我小心一点 走你 我跳 nice 成功过关 哈哈 兄弟们 你们是没机会咬我咯 全体上次到 哎 我这都过关了 咋还咬我呀 再看这个关 哎 哎呦 三兄弟这关分开了 张飞被毒理出来了 但是不要慌 我这让他们三兄弟团聚啊 这张飞头上有开关按钮 应该就是中间的尖死开关吧 哦 看我打开他 腿太短 居然碰不到 那如何让张飞碰到开关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的刘关张 可是都有技能的 我们只需要让关羽 温柔的把刘备拍过去 还有什么 哎 把刘备拍过来以后 这样张飞踩的刘备 不就能够到开关按钮了吗 嘿 那问题来了 你让关羽把刘备拍过去了 张飞是够到了开关 但是中间这个尖刺也没有消失啊 还有 那关羽自己也够不到开关按钮 照样也通不了关啊 嘿嘿 这也很简单 哇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我要是这一关 一次通关了 秀妹子 你得带领小伙伴们 给我来个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吧 没问题 好嘞 瞧好了 让关羽够到开关 咱们只需要再让张飞 温柔的把刘备送回来 这样关羽呢 就够到开关了 然后再踩着刘备过关了 兄弟们 上赞上赞 上赞 上赞 咱们继续 这关呢 只有一个开关按钮 通关大门呢 在右上方 这关第一步 我们需要先去开启开关按钮 来吧 直接让张飞送人头 然后再让刘备 使用魔法 动张飞以后 刘备开启开关 接下来就给关羽出马啦 直接温柔一刀 送走刘备 然后就可以通 啊 通不了关了 别急啊 咱们再调整一下阵容啊 先让关羽送人头 再让刘备开启开关 接下来就给张飞 温柔一毛 把刘备送过去 这下应该可以通 像一个鲜鱼 兄弟们 我还就不信了 作为一名游戏达人 通不了这关 我 我 我绝食两天 好 很有精神 让我好好思考一下 关羽和刘备 在下边通不了关 张飞和刘备也通不了关 而刘备呢 又不能挥砍和投掷技能 所以通关的关键 就是在上边 兄弟们 看我接下来操作 第一步呢 还让张飞去处使 第二步 依旧使刘备去开机关 那关键的第三步来了 那就是 牵挂到关羽 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 哎 直接把动手的张飞 打到另一个机关上 然后再让关羽 把刘备嘎了 这样呢 关羽就能踩着张飞和刘备 跳上城墙 过关啦 啊 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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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